台北市林森北路巷子里面 10月底进行揽线工程 工作人员为了施工方便 把本来停在停车阁的摩托车 牵到对面红线上去 结果收钟之后没有还回去 整排车子都围停被开罚单 骑士气死了 公车停妥准备施工 但工人们站在路边讨论好一阵子 迟迟不动作 原来机车停车阁停得满满满 影响作业 在台北市巷弄内 早上工作人员抵达施工现场 为了方便擅自将机车迁到对面暂停 有些机车锁上大锁 两人还合力一起搬车 接着开始摆放三角锥 爬上梯子进行揽线施工 到了晚上大约8点多 施工告一段落开始收拾现场 将梯子三角锥通通收起来 就是没有将车迁回停车阁 导致整排机车围停挨罚 公人擅自移动机车 将机车从原本的停车阁 移到对面的红线上 导致机车围停 民众无辜吃上罚单 林森北路巷通内 一边是停车阁 另一边划红线 禁止停车 工人把原本乖乖停好的机车 移到对面红线上 变成围停 白天施工前 机车还在停车阁内 但到了晚上 工人却只把三角锥收起来 没有把机车归位 就收工回家 可是我们明明就不是停在红线 那莫名其妙会被开单 那我们变成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找谁赔 那你一走之后你当然要恢复 因为你被开罚单 他又要算五个 我不是很买 无辜收到六百元 违停罚单好无奈 为了施工方便 工人将机车移开 却没有考虑到后续违停问题 机车族拿到红单 只能向停管处或警局申诉 还自己一个公道 记者陈志余温斯坦台北层报道